App的那個介面 然後一樣怎麼樣 傳遞到MySQL 他就可以一樣 不過這個地方需要一個中介的程式 就是PHP 那PHP幫你查完之後 再丟給手機App 顯示查詢的結果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先把這部分先熟悉 因為尤其MySQL 如果你這個買是一個不熟悉的話 將來你要建一個資料庫 你沒有資料庫 那查詢就會有問題 但在這地方的話 商量有一定的相當難度 不過我們是把它簡化 就是利用這個查詢系統 建立這個流程 OK 那 等一下的話 我們要繼續再來看那個 除了查詢功能之外 其實資料庫裡面用最多的 大概不外乎就是新增 那 新增跟查詢最大不一樣是 查詢是微讀的 就是讀取資料 秀出來 那新增的話是 需要寫入資料 到資料 這個資料庫裡面 所以等一下的話 我們會有個範例 這個是在下一個 等於是我們這邊的 剛剛是書籍管理 那等一下如果做完這一題 沒有問題的東西 可以做一個叫 會員管理 那這個會員管理 複雜度又更高了 複雜度又更高了 這個會員管理 它一個範例 全部都做了 包含什麼 查詢 新增 修改 刪除 比如說你新增一筆 會員 兩筆列出來 要再新增 再新增一筆 那如果你要修改 調出哪一筆 修改他的 比如說他的 email信箱 存回去 就update 那如果 哪一個會員退出 就刪除 就delete 所以這一題 我想 一題的話 等於是 包三包海 全包了 所以會員管理系統 當然會員管理系統 你也可以 把它做個變更 它同樣也可以變成 各式各樣 不一定只是會員 你也可以放 那個什麼 貨品的 比如說你們公司賣了什麼東西 然後 競銷的一個 紀錄 也可以 放在這裡面 也可以類似的方法 那我想 如果已經完成同學 可以再試試看 那個204 會員管理系統這一題 那裡面 簡單講起來 就是在那個 Member資料庫裡面 就是建 總共會有幾個 總共會有六個欄位 建一個資料表 叫data 然後裡面有六個欄位 這六個欄位裡面的話 分別就編號 姓名 電話 地址 電子信箱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 好像它有多一個欄位 是叫 PHP-RNI 有一個 Output Buffer 然後 再來就是 讓使用者可以新增 所以會有四個欄位 編號部分的話 會自動產生 那其他的話 大概就這樣 OK 好 大概是這樣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那個查詢 我們從那個書籍查詢 改成成語查詢 好